一起证据确凿的意外车祸 原本毫无悬念 却在那个男人出现后 变得曲折离奇 状况百出 爱子心切掩盖证据 冤假错案 帮派纷争 史上最挑戏的男主 继绝命都市之后 沉寂八年 开播再次创下9.1高分新作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这部 法官大人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只入正题 老白晨跑到一个墓地 在汪七的坟墓前坐了很久 陷入思念和悲伤的情绪 离开墓地后 他突进一家黑人的门前 与家里的男孩对视了一会儿 欲言又止地离开了 与此同时 老白在读高中的儿子小白 正和自己的女友亲亲我我 早上两人有些意犹未尽 但眼看快要上课 他们只好匆匆离开 约好学校相见 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同学关系 小白起身穿好衣服 默默地拿起一张女人的照片 脸上写满了悲伤 母亲离世的阴影 一直笼罩着这个残缺的家庭 小白给自己的狗姜哥喂了吃的 然后拿上自己的呼吸器 捡了一层菊花 开上老旧到吱吱作响的汽车 在女邻居的凝视下 离开了家 镜头一转来到另一个家庭 这家的气氛截然不同 姐弟俩有一对恩爱的父母 家庭气氛和谐又开放 一大早 老爸吉米就送了儿子罗柯 一款74年款的纪念版摩托 用来庆祝即将到来的生日 看得出 这个小儿子在家里是最得宠的 罗柯迫不及待 骑上心爱的大摩托 一路狂奔之时 小白已经开到一个黑人区 停在街头一处地方 把照片和菊花放在那里 准备调研一番 但一个白人男孩 在脏乱的黑人街区 干这种事显然不受欢迎 甚至还会被视为挑衅 没几秒钟 几个黑人混混就围了过来 小白害怕惹上麻烦 便立刻开车逃走 但他绕了几圈都没找到出口 汽车又发出低油辆警报 小白有些慌张 呼吸不畅 伸手去拿座位上的呼吸器 却不小心碰到了地上 车子又绕回到原点 照片已经被混混们打碎 丢在了地上 小白既伤心又愤怒 更加觉得呼吸困难 但失了几次都没有拿到掉楼的呼吸器 此时身后突然出现一辆 开了远光灯的黑色轿车 小白下意识认为 那是来找麻烦的 丝毫不敢放慢速度 右手又一个劲在够呼吸器 来不及关注眼前的路况 刹那间 摩托的引擎声传来 一秒钟后迎面撞了上来 罗科从车上飞起来 重重摔到了马路上 小白完全反应不过来 拖着他的摩托 又开了几十米 才终于停下 一切暗箭下来后 小白下车走向受伤的罗科 他的头盔早已被撞飞 后脑受伤流了很多血 小白颤抖着手探向脉搏 想看看他是否还活着 罗科却突然喷出一口血 喉咙似乎被什么卡住 无法呼吸 小白忍住不是给他做人工呼吸 但结果完全没有作用 此时罗科口袋里的手机响起 小白惊慌地挂断后 拨通911求救 但由于哮喘发作 他无法发出声音 想返回车里拿呼吸器 但却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 短短一段路 用了几分钟才爬回去 挣扎着拿到呼吸器 猛吸一口后 小白暂时恢复了正常 回头拿起还在接通中的手机 接线员一直没有放弃通话 但冷静了一些的小白 却突然没了激化的勇气 他环顾四周 空旷无人 没有监控 而罗科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 怀着万分恐惧和侥幸的心理 他重新发动车子 竟然还能开 摩托车被拖拽了一段路才脱离 小白就这样逃离了现场 不知道开了多久 才低头用衣服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赶走了想给他洗车的工人 给老白打了一通电话 此时跑步到法院的老白 正在洗澡 准备一会儿的庭审 没有接到儿子的电话 而从他这个罚官袍的形象出现开始 我就再没有跳过戏 真的是眼啥像啥 本案被告人是一名黑人妇女 只是请得起一个年老毒病的律师 一名白人警官作证说 他在女人家门口亲眼看到他在浴室里 用身体藏毒 女人的表情非常疑惑不解 但警官坚持自己是亲眼所见 老白站起身 将女人的大儿子叫到跟前 正是他早上看到的那个小男孩 老白问男孩平常的生活情况 男孩告诉他 父亲对他们不管不顾 早上他们只是喝了些黄瓜汁 有人管的时候会有零食吃 老白告诉警官 如果今天这个妇女被判有罪 几个小孩子就要被送去福利院 大儿子八成会被玉念帮招揽 最后成为一名毒贩 老白试图用同情心促使警官说实话 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正言是真实的 老白不得不和盘托出 他尽早专程跑到女人家 并非为了锻炼身体 他就站在和警官一样的位置 但他很确定 那所房子的户型是一条过道直通的 所有房间都在过道两边 站在门口根本看不到浴室 除非视线能够拐弯 白人警官被当庭揭穿作伪证 妇女洗脱了罪名 从这种案子我们能够看出 老白是个非常专业的法官 追求真线和公平 反对其事 不久后 小白开到一个加油站 匆忙擦了擦手上的血 戴上帽子 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可疑 他尴尬地冲着后面的男人 打了个招呼 而这时 罗哥的手机又响起来 911正在设法搜索他们的位置 小白又陷入恐慌 手足无措地把手机丢在了邮箱上面 等电话不响了 才装进口袋 匆匆离开 而他进出加油站的画面 已经被监控记录下来 回到家后 小白手忙脚乱地清洗血迹 刷子上很快染了血 被他丢进垃圾桶 片刻后 他想起鞋子还没清理 又捡回来把鞋底刷干净 然后和衣服一起放进洗衣机 这熊孩子一看就没干过家务活 鞋子就这样直接丢进去 能不卡住滚筒吗 很快水就流了一地 又是一阵手忙脚乱地收拾 一直忙到老白下班回家 老白很快看出儿子不对劲 坐在书桌前一言不发 不过这事显然不是小白自己能消化的 镇定了一下之后 他告诉老白自己撞死了人 老白一脸的难以置信 当他知道小白是肇事逃逸 整个人都实话了 但几秒钟后 爱子心切了他 看到儿子无助地哭泣 还是不断安慰他 不会有事 毕竟他当时哮喘发作 整个人陷入了恐慌 才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在老白的一番安慰之后 小白答应和他一起去警局 老白立刻联系了警局的熟人 路上他想到了小白 即将面临的各种可能 但牢狱之灾是肯定绕不开了 他把小白留在车里 先一步进了警局 然而在他报案之前 在厅师房门口 见到了抱头痛哭的罗柯父母 罗柯的父亲 吉米不是普通人 一瞬间老白改变了主意 他快速返回车子 叫小白上车回家 小白以为老爸想要他逃脱罪责 但老白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你今天撞死的是吉米巴克斯特的儿子 而他是本地有史以来 最凶残的犯罪家族头目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小白一脸懵逼 此时吉米夫妻痛哭着走出警局 老白催促小白赶紧上车 一路上 车子里满是恐慌和压抑的气氛 老白完全没了来时的坦然 那时他只是担心儿子坐牢 现在却要担心他的命 一个凶残的罪犯头子 将会怎样处理撞死爱子的仇人呢 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老白的律师徒弟打来电话 他想也没想就慌乱刮断了 现在事情的性质 已经不是官司的问题了 回到家 老白嘱咐儿子 从现在起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 之后 他一边收拾洗衣机 一边考虑下面该怎么办 这时新闻播出了 罗克死亡的消息 吉米恶狠狠地在镜头面前发誓 无论是谁干了这件事 自己一定会找到他 他满脸的杀气 让老白心情 他的猜测没有错 吉米不会放过沙子仇人 甚至包括老白自己 他把带血的衣物 全都装进垃圾袋 把丢掉的那些也捡回来 然后开始清理车上的血迹 此时他完全没了 在法庭上的沉稳 毕竟这种事 他也是第一次干 一番擦拭之后 他意识到车上的痕迹太多了 根本无法完全消除 为了不引起女邻居的注意 老白暂时放弃了清理 但他没注意到 一块带血的布被姜哥叼走 藏在了沙发下面 老白在袋子里装上砖块 开车到大桥边 把袋子丢了下去 但他的动作引起了寻警的注意 此时老白想起白天那位老律师 因为前列腺癌 总是跑厕所 上停迟到 便学着他的样子拉开裤帘 假装自己是憋不住了 不承想 这位警官还是个懂的 问得的PSA是多少 老白顺口护舟 二百多 显然这是个快要领盒饭的数值 警官不由得面露同情 老白就这么侥幸地过了关 回到家 他的状态终于轻松了一些 陪着小白一起看 肖申客的旧书 这是他们交流父子感情 常用的方式 深夜 吉米夫妇去了车祸现场 妻子在那里哭得撕心裂肺 吉米的手下胡子哥 在车祸现场找到了 小白丢下的呼吸器 而这只是小白留下的 众多线索之一 老白知道 他们的平静生活结束了 要掩盖一项罪行 绝不是丢掉血衣那么简单 罗克的手机 加油站的监控 还有车上数不清的痕迹 手染鲜血的小白 如何能得到心灵的救赎 为了保住儿子的命 老白将如何 在亲情和正义之间挣扎 惹上白人教父和犯罪集团 又会掀起什么风浪呢 有情预告 从第二集开始 剧情就将会朝着 失控的方向发展 有兴趣的小伙伴 继续关注我的更新吧 喜欢这部新剧的小伙伴 点赞收藏留言刷一波 咱们下集再见